在Excel工作表中,我使用了SLOP的含蓄 如何来忽略错误讯息 这个的意思是说 如果说在计算邪律 SLOP这个,计算邪律的时候 我要忽略警号NA的错误讯息的话 要如何修改下面这个公式 其实修改这个公式 不复杂啦 你就照着公式打以后,这是前面加一个什么 IFERO,左括号 然后后面加一个逗点 两个双括号以后,右括号 表示干嘛,万家出现错误信息时,就不要填入资料嘛 那如果说你现在不是要填入资料,你是要填0,你就打一个0就好了 这都可以,这是看你需要 怎么样的一个,显示什么样的内容 什么显示内容 然后再来 如果说呢,它这个邪律,我要算到小数点的第2位 第3位45入 那这时候要怎么办 怎么办 那很简单,就在干嘛 SLOP的前面,再用一个run函数 run函数呢 是做45入的 那指定的位数是几位 小数点的第2位 我把它加小数点第2位 右括号 表示我在小数点第2位干嘛 第3位要45入 第2位 就是看他进不进位 我的数字只抓到小数位数第2位 抓到小数位数的第2位 这样子 所以这个很简单 没有什么很复杂的 下集中 第2位 感谢观看